又到了一年一度清幼飘香的季节 在湖南省靖州苗族洞族自治县 屈阳镇下乡村 妇女们摘下未成熟的清幼 用小巧的柳叶刀在上面雕刻龙凤飞鸟 制成靖州独有的雕花蜜件 用来招待来到苗寨的客人 与其他地方的蜜件不同的是 靖州雕花蜜件只选用未成熟的清幼作为原材料 这门手艺起源于中国五代时期 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是靖州舌尖六宝之一 2009年3月 靖州雕花蜜件记忆被列为 第二批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在下乡村家家户户都种有柚子树 每年的7至8月份 柚子长到碗口粗大时 这种刚长成又未熟透的柚子 是用来做雕花蜜件最好的材料 头选那个成柚子嘛 还是要不成熟的清柚 摘下多余的清柚 在当地被称之为打果 这样可以起到蔬果的作用 吃做蜜件时 螺纤梅首先用瓷片刮掉柚子表面的斑点 这样雕刻出来的图案更加精美 稍微有点这个疤疤了都要刮掉 刮掉了就做起来的蜜件了 足够的蜜件就好看了 雕花蜜件是一项充满临丝巧晦的艺术创作 螺纤梅把柚子切成扇形状的薄片 直进手中柳刀翻转 柚蜜分落 一眨眼的功夫 一朵玉兰花就雕好了 从小到大的练习 让他们练就了一双巧手 雕花刻字无所不能 雕出各式图案后 再放入铜锅中放水煮沸 出锅淋上白糖 最后晒干继成 制作好的柚子蜜件 甜脆可口 随着雕花蜜件的热销 原本几块钱的柚子雕刻成蜜件后 价格提升到二三十元人民币 最贵的蜜件罐能卖到三十五元一个 雕花蜜件这个技能 又可以吃 又可以当茶喝 又可以当艺术品 现在越来学的这个雕花蜜件的人 越来越多了 就我们想一代一代地 把它扭传下去了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给大家帮助